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4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佩洛西访台 中共虽没有出动战机扮飞 但电子系统却一直试图紧跟她的作息 但最后却被美国飞机耍掉 据香港《南华早报》14日 引述中共军事消息来源和国防分析师指出 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前后 美中两国在侦察和电子战上龙争虎斗 但共军追踪行动并非总是成功 中共央视先前报道 在搭载佩洛西等美国国会代表团的 美国空军波音C-40C运输机 本月2日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往台湾途中 中共海军和空军在多个地点 对该架飞机进行完全的追踪和监视 而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孟祥庆更名言 此举旨在震慑美方 然而中共军方消息来源向南早透露 共军的追踪行动实际上是失败的 共军部署了歼16D电战机和055型导弹驱逐舰等 试图追踪佩洛西的班机 但没有成功 共军几乎所有电子作战设备都未能良好运作 因为全都被五角大厦下令 护航佩洛西的美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电子干扰 佩洛西的班机当时采取了特殊路径 绕了一大圈避开南海 先飞往印尼婆罗州 再取到菲律宾飞往台湾 独立空军分析师何元明表示 中共军舰未能侦测到佩洛西班机并不令人压抑 即使055型驱逐舰的雷达对空搜索范围 据称可达500公里以上 但在现实中应该小得多 在佩洛西离台后 共军展开规模前所未有的环台军宴 但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智库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指出 在演习开始的第二天 美军调派至少7架侦察机和空中预警机 前往台湾附近海域 包含侦察导弹的RC-135V和RC-135S侦察机 三艘P-81巡逻机 一艘URS高空侦察机和六艘KC-133空中加油机 加拿大线上军事杂志汉河防务评论总编辑张艺红指出 从美军派出的阵容来推测 美国海军非常有可能已经知道 共军在台湾外海部署潜舰 尽管两岸都没有明说 此外 张艺红也表示 台湾军方指共军发射11枚弹道导弹 落入台湾北东和南方海域 日本则说有5枚落入其专属经济海域 但中方一干没有承认 北京拒绝说明发射了几枚弹道导弹 而台北和东京却加以揭穿 这可被视为对中共的警告 表示台日有能力侦测及追踪共军导弹 他认为中共的导弹 可能就是由位于新竹的乐山雷达站侦测到 另外 美军势必也发挥一定作用 据报道 2013年启用的乐山雷达站 最远可侦测到5000公里外发射的导弹 详细追踪飞行轨迹则可达2000公里以上 张义宏说 乐山的长城早期预警雷达系统 就是在美军协助下建立的 目前还有一些美风专家进入 有评论指 中共声称和美国对抗的决心很大 但实质上根本就是先有余而力不足 围绕中期选举和2024总统大选 美国两党斗争空前激烈 FBI此前突袭海湖庄园事件的政治意涵 正在不断发酵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感到自己的宪法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 他们已经挺身出来为川普说话了 我们反对联邦政府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人 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暴政 民众道格拉斯·詹姆斯说 或许一些左派激进人士并不知道 自己已被误导和利用 我们真的相信 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邪恶 他想夺走人们的自由 当听闻FBI突袭川普庄园的消息后 詹姆斯表示自己被震惊了 感受到一种自由摇摇欲坠的恐惧感 8日 30多名FBI特工 突袭川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 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庄园内进行搜查 甚至翻遍了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衣橱和个人物品 现场一片狼藉 组织抗议活动的比佛丽山自由集会创始人 西瓦·巴格瑞表示 FBI突袭川普庄园 与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迫害手法如出一辙 这也是对我们宪法权利的最大威胁 根据随后解封的搜查令和物品清单 FBI执行的搜查令是关于搜查川普离职时 可能随身携带的文件 当天特工拿走了大约20项物品 其中包括一些被标记为最高机密的档案文件 但川普上周五在他的真相社媒上指出 这些文件都已解密 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也表示 川普拥有对此类文件的最终解密权 巴格瑞告诉记者 FBI的行动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该修正案禁止无理搜查和扣押公民的人身 住宅文件和财产 他提出质疑 FBI必须有某种实际的证据来进行搜查和扣押 但这次更像是一次钓鱼室的考察 如果有搜查令 他们应该确切知道搜哪里 为什么要花十个小时去翻找 甚至翻遍梅拉尼亚的衣橱 这很奇怪 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了 我们不会买账 川普律师科里斯蒂娜·鲍博11日表示 突袭期间他在现场 但FBI特工禁止他和川普团队的其他成员观看其搜查活动 自小从独裁国家逃到美国的巴格瑞表示 FBI这种执行方式是单方面行动 所有指控都是不可信的 无效的 我们的宪法权利正在被剥夺 如果他们能剥夺赢得选举的真正总统的权利 这意味着在这个政权下 我们没有人能拥有宪法权利 他说 对前任总统的私人住所进行这样的突袭搜查 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非印女性菲利西亚·诺维克说 这是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的阴险的事情 是历史上最大的丑闻 他认为突袭前总统川普已经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 但联邦调查局仍花费十个小时搜查其入宅 此举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 更像是在试图掩盖一些事实真相 诺维克表示 我为川普总统祈祷 我祈祷正义得到伸张 参加抗议活动的华裔李莉表示 为阻止川普竞选 左派已经走到了很极端的地步 采用的是流氓手段 违背了宪法 所以我们站出来捍卫美国的宪法 朝鲜金氏政权向来以残忍而闻名世界 除过残酷清洗国内异见人士 对外来文化也是赢家防范 以免危害金家的独裁统治 朝鲜政策迎进国内传播其他国家的戏剧 音乐及舞蹈 众所周知 韩国娱乐流行事业发展蓬勃 创造出许多艺人 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偶像 未料这股文化却让一对朝鲜年轻人惹来杀鸡 日前朝鲜保卫局政治局长的女儿与男友 两人因私下贩售韩流内容而被逮捕 因罪行重大被处以死刑 朝鲜社会思想封闭 政府更禁止国人涉及其他国家的流行文化 根据每日朝鲜报道 朝鲜2020年制定被称为 《反韩流法》的反动思想文化排击法 该法禁止民众在国内传播或贩售来自美国 韩国以及日本等各国的流行文化内容 包含电影 电视剧 音乐以及舞蹈等 自从法律正式实施后 当局就严加取缔 其中涉及韩流内容的罪犯则占大宗 根据朝鲜媒体报道 平安南道平成今年1月 在刑场公开处刑了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档 经证实情侣档中的女子是某政治局长的女儿 可以看出即便是高官之女 在此问题上也难逃一死 而处以死刑的判决理由令人亚裔 仅因两人因私下贩售含流内容 两人被公开处死时 甚至有上百人目击整个处刑过程 俄罗斯军队以反恐的名义进入乌克兰 最后全世界看到的俄军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现在有一个动作 其实比以往恐怖分子的行为更恐怖 据报道 俄军2月底侵略乌克兰后 很快就占领乌国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核电厂设施所在城市安赫德的市长奥罗夫 14日星期天说 扎波罗热核电厂发生灾难的风险 每天都在增加 俄军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后 3月4日就占领了欧洲最大核电厂 扎波罗热核电厂 乌克兰当局曾指控 俄军在场内部署数百名士兵并存放弹药 最近一周 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设施一再遭到俄军炮击 造成情势危险升级 扎波罗热核电厂所在地 乌克兰东南部城市安赫德市长奥罗夫表示 风险每天都在增加 因为俄国军队正在炮轰确保核电厂安全运作的基础设施 奥罗夫在乌克兰控制下的扎波罗热事通过电话告诉法新社 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彻底的核恐怖主义 他随时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走向结局 万维TV要特别提醒各类国内外粉红 不要再为俄军的恐怖行动欢呼叫好了 泄露后的核辐射将会对人类构成巨大危害 这受害者包括你我他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增设粤语新频道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